师父在法会上也很祝悲 大家就是会主动伸出来 跟同修握手 就是有同修就是也是很激动 握着师父手 但是有些同修就是 可能就是不主动握手 还是跟师父慈悲 就是感恩和食 也没有就是跟师父再握手 这样是不是也不好 当然不好了 他自己损失呀 你想想看 他好像意思说 哎呀我不要用师父的气了 师父很累了 他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说礼貌不呢 不礼貌 师父已经主动伸手了 主动伸手了 你不合时 你首先你已经不尊师重道了呀 你不管怎么样 你这个动作已经是违反了戒规了呀 对 因为在工作上也是这样 老板像你握手 或者同事握手 你也得握手 对呀 比方说人家老板跟你握手的话 你说我不握手 我因为怕老板 或者你说我觉得 哎呀不要损耗老板的时间了吧 你说老板会对你好不了 嗯 好嘞 道理都是一样的呀 菩萨今天能够 比方说你求观世音菩萨 你今天到了庙里了 对不对呀 嗯 那你就是要磕头吧 是的 好了 人家你到了庙里 你不磕头 你说哎呀 不要借进去了 菩萨也很忙的 明白了 现在明白了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感恩师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